嗨,大家好,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要做的占卜内容呢 是关于下个月的五月份整体运势的一个预测 那我这边桌面上有放了四张卡牌 从左到右分别是一、二、三、四 然后大家还是老样子好 就是确保周边环境安静吧 也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在心理默想问题 五月份整体的运势会怎样呢 在评第一直觉从四张卡牌中 选择最有感觉 感觉最强烈的那一张出来就可以 那还是一样 如果说完全没有感觉没有感应的 或说感应比较模糊的 就是建议大家不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选牌吧 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的话 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那如果说已经选好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卡牌的情况 你们的五月份 看起来是在一种比较固执 比较莫名执着的状态中进行的 也许你们有很多事想要去完成 有很多目标想要去达成 而你们在这个五月里 会有一种想要为了达成而达成的感觉 就进展是比较机械化的 想要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很好 然后可能会用一些蛮力 却比较不怎么去思考 整合下如何取巧 以达成最佳的效果 那五月份的事业运势方面呢 我是觉得会比较一般 一方面自己的状态 可能是比较消沉的 那另一方面来说呢 客观条件也不是很给力 那倒不是说足啊很大 困难很多什么的 就是觉得整个外在环境 不给加油助推的样子 前进起来不是那么顺畅吧 好 那财运方面呢 我这边看到是说 没有大财进来 但是也不会轻易漏财啦 你们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会比较靓丽而行 神圣待知 收支是相较比较平衡的吧 我觉得 那感情方面来说呢 单身的朋友啊 可能还是没办法找到称心的另一半 那有对象的朋友也会觉得说 情感状态是比较停滞的 在关系中不是特别能得到满足 那不管是单身还是有对象的 不称心啊不满足啊 我会觉得说都原因说 可能你们没有去想好 要怎么改善现状啦 仅仅是为了找对象而找对象 谈恋爱而谈恋爱那种感觉 所以你们可能要稍微注意这一块的 好 我开头说的就是避免比较机械化的 这种进展 那健康方面呢 你们主要 我这边看到可能是那种精神压力 会比较大吧 我觉得 就是失眠啊头痛啊这一块的 好 那如果说本来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况呢 那五月份来说 你们可能就是会 会稍微比较好一些些吧 就是稍微没有像之前那么严重啊 或者说状况比较差的那样子 那如果说之前没有这些精神压力啊等等的 五月份可能就会有 好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总而言之选择这一组牌的朋友们嘛 就是整个五月份 其实我是觉得你们不用太过于说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 就满充硬撞的 好 可以适当停下来多思考多总结 我觉得对于这个月来讲 这一块会比对你们来讲会比较重要 好 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说整个五月份就是会过得 就是有所思考有所总结 我可能会比较 过得比较有效率吧 也会比较有质量这样子 好吗 那这就是第一张卡牌的一个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卡牌的情况 整个五月份来说呢 可能生活很多方面的挑战会有把你们压垮的感觉 那当然也许这些挑战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也有可能 好 所以说你们会更关注事态消极的一面 剩余积极的那一面 那面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呢 是比较容易退缩的 然后不积极 难主动 好 那五月份的事业这一块呢 我会觉得是运势是比较一般的 好 那这个一般呢 很多是应该是你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成分会比较大一些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月呢 你们并不是在理性而用心的去经营你们的事业的 你们是带有一定的不良情绪在里面的 甚至过于感性 然后让该发挥的能力呢 没有准确的用在点上 个人情感与实际的这个考量是脱节的 好 所以说自然而然呢 事业方面呢 也会达不到说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的 好吗 那另外财运方面呢 可能你们会想得到很好的报酬也好呀 发笔小财也好呀 但是这边好 我总感觉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啦 那五月份的你们呢 并不会想要说认真工作啊 用心赚钱啊 经营好这个过程 所以说自然财运方面也会受阻 好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 其实该上心还是得上心的 有效的去 这个努力过程呢 才比较容易得到有效的结果 好吗 那感情方面呢 那感情方面呢 单身的朋友呢 也许 可能还处在前任带给自己的阴影啊 或者说伤害中出不来 好 那有的是自己有一些自我设限的问题 阻碍自己寻找另一半的可能 好 那有对象的朋友呢 也貌似是被双方的感情困住的感觉 是比较不舒服的 当然也有可能自我设困 就自己不想从这个困惑中出来 也有可能 好吧 那健康方面呢 就是你们要留意下有生病的这个可能 或者说有什么意外的 这个是这些身体伤害等等的 感觉五月份的你们吧 压力确实会比较大 就是会有让你们难以承受 然后而想要放弃有所作为 那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 五月份呢 审视自己的状态 应该是对你们来讲 会更重要一些 就是让自己 状态要更好 就是让自己要更自信 更有底气 那么也许能协助你们过度 五月份的这些艰难 好吗 那这就是第二张卡牌的一个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张卡牌的情况 我觉得你们五月份的整体运势 是挺不错的 好 运势见长的感觉 至少做什么事 不会觉得说有很大阻碍 还是比较顺利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个月的心情 会很好的样子 状态很不错 好吃好喝的 然后有小不快 有小不开心的 也会让它过去那样子 就身心舒畅 那事业上来讲呢 你们会从过去不好的状况中出来 然后重拾信心的感觉 有新开始的这种暗示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个月也许你们事业上会遇到一点点障碍 但是你们呢 会自我调整 慢慢消化这些障碍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月 事业上来讲 你们是挺励志的 知道吧 那财运这一块呢 我会觉得说 你们有些人可能表象上看起来很有钱 但是实际上财务是吃紧的 或者说你们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有钱 然后想要达成很有钱的一个状态 而让自己的财务越发紧张 所以这边呢 有一小部分人 要注意你们不要去赌博 不要说为了赌更大 然后投更多 这样会很麻烦的 好吗 那在感情方面呢 如果是单身的朋友 你们可以找到另一半的概率 还是有的 那就算没有另一半到来呢 你们也不会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月 你们跟朋友啊 跟家人们在一起呢 也会让你们觉得很开心 很快乐的 好 那如果说有对象的朋友呢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好 比如说大家是会订婚啊 结婚啊 这一个等等的 或者说 在暧昧的那种状态中 好 就是可以确定关系了 就是总会让我觉得说 有那种要让关系稳定下来的感觉了 好 情感这一块的 还是蛮正向的暗示的 那另外呢 五月份 你们的健康呢 来讲 也没啥大问题的 生活是挺歉意的 身心愉悦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你们 这个月呢 如果说能够脚踏实地的赚钱 就是 对赚钱方面有所专注 有所作为 会更完美了 好吗 那就恭喜这一组的朋友们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张卡牌的情况 你们下个月 五月份呢 多半会是处在一个做选择 做决定的状态中的 可能不会单满足于现状 还在想着是否需要拓展出去那样子 所以首先在事业方面呢 我会觉得说你们可能会脱离之前的一个舒适圈 或者说一个安全区 然后去挑战更多的可能 那虽然这个过程会觉得说不习惯不安全 但看起来也算是一种突破自我的方式吧 说说五月份在事业方面呢 你们可能会在害怕中前进 但是又怀串希望的那种感觉 是试水的一个状态吧 那财运方面呢 可能要留意说资金短缺啊 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 之前把握运转得体的一个财务状况呢 要留意有失策的可能 就下个月五月份 那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四主牌 关于财务财运这一块的 好像都不是特别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总之呢 这一主牌的人呢 就是你们要小心运转你们的财务状况 那在感情方面呢 单身的朋友可能会去考量很多东西 而阻碍自己找另一半的可能 那有对象的朋友们呢 可能双方呢 也会思索关于已然存在的感情中 觉得还不完善的地方 要如何改善调整 或者还有没有继续的必要 所以说也会引发暂时停滞的状况 所以这个月感情方面 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激进的可能 那健康方面呢 我是觉得说你们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跟第三主一样 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呢 也还是蛮注重健康方面的问题的 会对自己的身体有所负责的那种人 不易放任然后乱消耗他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了 那如果说非要去留意的话 你们要注意一下肩膀啊 背部的问题 就是肩背不要过于负重 要多放松 然后五月份的你们呢 如果说可以让自己姿态优雅 从容些的话 会更有助于你们改善你们的运势 因为我总感觉你们这一组的人 有很多人是就是太过于严肃了 知道吧 就紧绷着 那你要知道说紧绷的话 因为我一直在谈那种能量的问题嘛 就是太紧绷了 你会堵住那个能量 所以说你们可以稍微放松优雅一些 那么其实是能够让能量比较顺流的 也有助于说你们运势 提升运势这一块了 好吧 那这就是第四章 谢谢大家